周建青 周建青 怎么了 顾总 现在几点 一点十五 给你去开会时几点 两点 完了完了 又迟到了 好了 快走吧 车呢 你的车今天送去CS店保养了 他们明明说好上午送来 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送回 你 我马上打车 你也一起打呀 要是不双管七下的话 肯定来不及的 完了完了 还有十七块 排队中 还有十八个 你自己说说 这是第一次了 两个姑娘 他还得实践啊 你带我去哪儿啊 这是快速公交比打车快啊 就是你拿那条 我不能做公交 都这种时候了 你就忍着你的总裁兵吧 你知道今天这个会有多重要吗 新灵狐 英奇啊 我真的不行 对对对对 你就忍着你的总裁兵吧 你怕人多的地方 干嘛去 姑娘 你这个多少钱 一共三十块钱 对 你扫这个 好 谢谢啊 好好好 这个给你 来 带上 快带上啊 来来看看啊 有声音吗 有声音吗 有台阶啊 慢点啊 试试 来 小心 不好意思啊 小心点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让一下 让一下 这儿有个扶的 你扶一下啊 姑娘 坐我这儿吧 谢谢啊 来来来 坐这儿 坐这儿 小心 小心 有台阶啊 慢点 你看这小伙子 长得这么帅 怎么会是个残疾呢 真可怜 太可惜了 是啊 我这个哥哥吧 他除了脸长得还行 这儿 这儿 还有这儿 都不太好事 这老天爷也真不公平啊 是啊 可不是嘛 要不是我这个做妹妹的 一手把她拉扯大 她一个人都不知道怎么生活 为了她 我一个人打三分工 没日没夜的呀 不过 只要她能好好的 我也就制作了 小姑娘 你也太不容易了 快 到我这儿坐坐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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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 您坐您坐您坐 坐我这儿吧 我要下车了 好 谢谢啊 没事 要是她父母听到了 该多心疼啊 就是啊 哎哟 走 走了走了 怎么办 喂 核桃吗 十万火急 快点 到了没有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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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现在是 一点五十五分 你要是再这么愣下去 我们直接打到回府算了 星灵湖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目前我们公司 已经完成了动画的建模 部分章节也已经有了雏形 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片花 给大家品鉴一下 有他送来了 顾总 这个独孤南州 是星灵湖需要新家的人物吗 这个画风实在是有点 这画风 这人物 都是我们坚决抵制的反面教材 何总 我们在创作前期做了大量的调查 发现如今 蹭热度 蹭流量 以及蹭话题的作品 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的漫画市场 然而 这些不知所云 毫无主题的内容 都不是我们星云所要追求的目标 所以 我们特地整理了这些素材 给画师们看 其实为的就是守住我们创造星灵湖的底线 说得有道理 我们之所以对星灵湖感兴趣 还是因为它有别于市场上的大部分作品 起码主题 情感还是很真挚的 没错 何总 您真有波罗的眼光 您可能不知道 星灵湖源自于我们顾总真情实感的故事 哦 说来听听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